大家好 我们带您一起来关心天气 今天天气终于明显好转了 但是也变得相当的炎热 那么预计像这样子炎热的天气 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一的白天 请大家可以好好地把握 但是就是要注意防晒了 但是天气虽然相当轻朗 还是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像今天在我们中南部山区 在北部山区都有午后雷震雨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有局部 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另外在宜兰以及花莲的南部 在晚上的时候容易受到 海陆风效应的影响 也是容易有短暂震雨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云图 我们台湾上风的云量 可以说是明显的减少 不过我们从气流线图上面 可以看到今天都是吹了偏东南东风 所以在我们西班部地区 都是这个被风的沉降区 所以天气相当的晴朗稳定 但是也因为云量明显的偏少 所以温度上升的幅度很快 也造成在中午过后 容易有午后热对流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气流来到中国南方之后 转变成东南风 所以也把南方的一些水气 给往北边挤压 所以在中国南方的水气 也是明显的减少 但是还是有小范围的对流云气生成 我们来看一下 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比较类似 我们台湾上风的云量都相当的少 高气压在这边 有这个高压回流的影响 那么这样子的天气 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一的白天左右 甚至到这个礼拜一的晚上 礼拜二开始呢 或是礼拜一的晚上 将会有波风面云气逐渐南下 要看这个风面移动的速度来 来这个决定了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 这波风面云气南下之后 也是会在我们台湾上空滞留一段时间 所以礼拜二开始 一直到礼拜三的时候 天气可能都不太稳定 我们来看一下 外几天容易下雨的区域 在明后两天 其实天气相当的晴朗 但是都是有五后雷阵雨的机会 尤其明天的五后雷阵雨机遇 相当的高 礼拜一山区要特别留意 礼拜二跟礼拜三的时候 是受到风面云气南下的影响 全台湾都会有一些降雨的机会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在礼拜三的时候 颜色是比较深的 表示说可能会有局部 比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那么来看一下 在风的部分 今天是远吹偏东南东风 但是到明天的时候 会转变成比较偏西南风 西南风上来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造成 在我们西班部地区 容易有五后雷阵雨 所以明天要特别留意 特别小心 看一下未来几天 我们北部的天气 礼拜一之前都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也都有五后雷阵雨 降雨机率有高达60% 礼拜二到礼拜三 受到风面的影响 都是有阵雨降雨机率有70% 礼拜四是阴时多云 降雨机率是30% 明后两天要特别注意 就是中午仍然相当的炎热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中午的高温可以来到34度 星辰低温大约是24度左右 这个日夜温差也是有点大 有高达10度 礼拜二到礼拜四的时候 星辰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 但是中午高温有稍微下降 来到28到30度 南部同样也是相当的晴朗炎热 明天要注意有五后雷阵雨 降雨机率有高达40% 礼拜一是晴朗稳定的天气 礼拜二跟礼拜三也是有阵雨 降雨机率60% 礼拜四也是阴时多云 降雨机率30% 明后两天中午高温也是相当的 炎热有33到34度 星辰低温大约是26度左右 礼拜二到礼拜四 温度也会有稍微往下降 但是幅度不大 低温大约24到26度 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 所以最后我们要再次叮叮大家 明天持续是晴朗炎热的天气 而且紫外坚强 提醒大家外出后 记得多补充水分 也要注意防晒 另外明天持续是有五后雷阵雨的 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 礼拜二开始 风面雨气就会南下了 天气将会再有比较明显的转变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